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夫食堂 厨房的工具箱 大家好 我是姐夫 这期市场上有很多板箱果 那姐夫今天要来分享用板箱果 在家里自己做板箱果果酱 做法简单 一次多做一点 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用 你一定要在家里自己试试看 那待会就跟着姐夫一起做做看咯 首先把板箱果的果肉挖出来 烧了锅子 我们要先煮焦糖 加入大约四大匙的砂糖 用汤匙搅拌 把糖炒融化 焦糖大概煮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把柏香果倒进去 刚倒下去的时候会喷溅 要小心哦 加点白酒 我们让它煮一下 姐夫的柏香果酱用毒多多 例如用柏香果酱来搭配蛋糕 还是冰淇淋 你可能有在饭店buffet的点击台上面看过 用柏香果酱取代沙拉酱 你可能也有试过 用柏香果酱搭配鸡肉或者是海鲜 那你不一定就试过咯 不过 姐夫要告诉你 柏香果的酸香甜 用来搭配鸡肉或者是鱼肉海鲜 口感非常的清爽 还有早餐涂面包 配松饼 哦!对了! 泡红茶的时候 加一点点 就变成了水果茶了 真的超级好用 再煮一下 让它浓缩 好!差不多就这样 加一点点盐 搅拌一下 就好了 倒出来 放凉之后 在冰箱里 可以保存两三个礼拜哦 不过 在姐夫家 通常三天就解决了 百香果酱的做法 是不是很简单 你一定要在家里自己试试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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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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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